從深溝看世界 看見新深溝 舌尖上的深溝 走開啦 歡迎收聽秘密之一 我愛深溝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2016年的6月4號 是我們的我愛深溝節目首播 每一個禮拜六中午12點 大米會把節目放上SoundCloud這個播出平台 歡迎大家收聽 這是一個以分享農村生活為主的節目 因為我自己喜歡這裡的人 喜歡這裡的故事 喜歡往農村跑 但是卻不下田 所以我就負責聽故事 然後把故事收集起來 跟大家一起聽 本來節目首播 是要放在6月11號 也就是下個禮拜六 可是呢 剛剛在臉書上 突然看見門卡靠 這家店老闆 發出了開店通知 我覺得蘇朗恩蘇丁 既然開店可以隨便亂開 想開就開 開節目當然也是可以 準備好了就開 想開就開 本來說好的時間 算了 提早一個禮拜播 所以 在前幾天 大米已經預錄好了的專訪 今天就在這裡呈現給大家 未來節目中 會加入各式各樣的元素 比如說新聞播報 比如說廣告 比如說音樂 但是這些東西 大米都沒有錢去做 歡迎大家提供 不管你是音樂創作者 你願意提供給我們 在這個節目裡面 聽到你的音樂 可以授權給我播 或者是你有各式各樣的 農村新聞素材想要提供給我 也歡迎你在 咪咪之音FB的私訊裡面 將內容丟給大米 我就會整理起來 在每個禮拜六的時候 節目中播出 當然每一位小農 可能最近有一些新的進度 要跟你的股民報告的 你也不妨主動告訴我 還有啊 如果你自己有很想說的話 也歡迎你告訴大米 就直接在咪咪之音FB專頁的私訊給我喔 讓我好好的來跟你敲個通告 馬上進行今天節目首播的內容 歡迎收聽咪咪之音 我是大米 這是一個賣相直播的預錄節目 而且是屬於農村電台形式的節目 既然是農村電台呢 就是有可能在錄音的時候會聽到打雷聲 就正如大家現在聽到的 還有雨的聲音 還有很有可能 待會兒會有 突然有一些動物的聲音 農村偶爾會有出現一些奇怪的事情 你們知道的 其實很多奇怪的事情 包括大米自己 在農村生活 可是卻沒有夏天 這是非常奇特的之外呢 還有就是我現在邀請了兩個女生 她們也是在我眼裡非常非常奇特的存在 所以在咪咪之音的第一集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這兩個女生 一位是我們原山的農夫 她是可愛的美喬阿姨 阿姨你好 你好 阿姨請問你今年幾歲 她剛才說33歲對吧 33年次 33年次 大家注意聽 這個年次聽起來很好聽 因為我台中人我說年次 聽起來不一樣對吧 是嗎 你會說 我不覺得 你那個年次 你再說一次 33年次 喔喔 那你跟我相同 感覺有時候在唱歌戲 那種 33年次 這優雅 好漂亮喔 是 有 其實說到美喬阿姨 你自己十多年前就已經知道有機的重要 你就開始有種有機蔬菜 對 對 那你一直都在宜蘭鮮蛙 對 從年輕到年 對 我就是在七仙那裡 七仙那裡出生 喔 七仙是 是 在這裡 就是 二山鄉 哦 二山 我們現在錄音的地方也是他們算了對不對 叫做青 這裡是 現在錄音這個地方是叫三仙 喔 這裡是三仙 對 對 喔 不過另外一位 對三仙隔壁來的 就是我們今天另外一個主角 她是阿刀子 美国人 她是從琴高來 對 她本身美国人 好了我給她介紹出來 雪清 哈囉 利隆 利隆 我不能跟他講台語 他今天就是要來學台語課的 還是雪清你可以先用你擅長的語言跟大家打招呼嗎 喔 好 我擅長的哪一個語言 好啊好啊這麼驕傲 你就隨便秀一個嘛 鳥語 鳥語 不會啊 只會兩種 田文社社長在旁邊做紀錄 他cue你說你用鳥語來跟大家打招呼好了 旁邊還有真的別的鳥在跟你 他們在回答 對 他們在回答你可以翻譯一下剛剛那個 剛剛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無法翻譯 翻譯一下嘛 哈哈 可是那個別的鳥也回應你了耶 嗯 他們說喔下雨了 下 哈哈 好這也很會瞎掰的女孩 哈哈 來自美國 呃 雪清今年二十三歲 嗯 對啊 對啊 你看 你看 他就是這麼不隱藏的秀出自己也 台語也會 國語非常的好 嗯 可是我們先追究一下你國語為什麼這麼好 有太多人會好奇這件事情對不對 嗯 嗯 那簡單的告訴大家 讓他們搞清楚 好啊我這麼厲害是為什麼 沒有 沒有沒有那麼厲害 我學快十年了 我從高一開始學 然後在大陸交換了三個學期 之後來台灣念研究所 來了快兩年 哦 來台灣快兩年 嗯 所以高一的時候 在美國當高中生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中文就對了 對 所以難怪我們在你面前很多文字 我們都覺得 連我們都覺得很深色的 你竟然都聽得懂 而且你也會講 好啦 那今天美強阿姨 你那個做禪喔 還有精彩這麼多年啊 在我們宜蘭 啊 那第一次讀到這個 像這樣一看就知道 他是 阿刀仔 美國人 結果竟然 說話說出來 對 你當中你第一的印象是什麼 欸 對不起美 雪青我現在都跟美強阿姨 用 用台語 你可以試著聽聽看 我可以 好 那待會我們請你翻譯一下 哈哈 不用 每次都亂考你 請問 美強阿姨第一次看到這個 美國女孩 美國女孩 要一開嘴 對 對 你對她的意義第一 第一英雄是什麼 我看起來很年輕耶 這麼年輕人 怎麼會講 國語講都那麼好 對 啊就是 有人說 他 我看起來 看起來就是 知道的女孩子 但是我照相很好 跟他拍照很好 對啊 他就是說這個人 人跟他說他是十五個子 啊 他說怎麼 那樣圓圓的 十五個子 十五個子 其實你交相男朋友 對不對 沒有啦 我就是 我就是知道他是十五個子 因為他聲音也滿好聽的 看起來就是十五個子 別人怎麼會說他是 十五個子 很帥的男 十五個子 那你自己有在那 在那 在那好奇說 他到底是十五個子 他就是十五個子啊 哈哈 啊 他跟你開講 對 他跟你開講 我怕一個說 這女孩子怎麼會說話 怎麼會這麼好聽 哦 你第一印象是這麼好聽 對啊 這麼好聽 到目前為止 雪清你理解到的 阿姨的描述裡面的內容 有什麼 有一些故事我已經聽過 所以大概可以跟上 他說給朋友看我的照片 就他們以為我是男生 可是他看我第一眼 就知道我是女生 然後聽我的聲音就很清楚 是女生 還有他對你的第一印象 聽到你說中文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就是我的中文怎麼那麼好 看起來這麼年輕 不是 還不止這個 還有他說你聲音怎麼那麼好聽 哦這個最後說的 最後說的 對對對 對 就是一般我們會先會怕 會讓雪清怕到 想說 我們會國語講這麼好 中文講得這麼好 後來就想說 他的聲音也很好聽 阿姨還沒聽到 阿姨還沒聽到 你是成為的聲音 你就覺得很特別了 對 讓他吸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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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外國的小孩 怎麼會這樣 哇 哇 這個丹鯉公 丹鯉公 丹鯉公 丹了有夠大聲 阿姨我們趁機會 架雪清 這個雷聲 一般我們參政啊 做成做成 我們看到丹鯉公 我們都說 丹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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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意思就是打雷 雷公是傳說裡面 那個弄出聲音的那個人 所以 欸這樣 其實是傳 那個什麼 閃電 叫 對 閃電 因為是閃電 閃電 聲音才出來 對 對 丹鯉公 對 閃電 閃電 好沒關係 閃電 我覺得我們今天先從基礎 開始學學 我們說這是雪清的第一堂台語課 雪清 雪清其實 其實你的台語早就已經開始接觸了 你也能說 對啊 所以你聽到說要來跟美橋阿姨學台語 你想到什麼 你那時候覺得跟美橋阿姨學台語的話 在農村你的期待是什麼 我希望我可以學一些跟種菜有關的台語 因為我最想跟阿姨學的是種菜還有料理 一些食物加工 所以就跟這些有關的台語也要學好 阿姨你有覺得他很貪心嗎 不會啦 不會啦 他很誠心 真的非常誠心 這個他這麼能夠講 阿姨就是有上進 有上進 他才會每個人想要學 不是貪心 是 對 不是貪心 阿姨說 你什麼 想學的東西那麼多是上進 我不能用貪心來解讀你 但你覺得自己是什麼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點貪心 因為我的興趣很多 所以有時候就有點難專心 就像我來種田也是什麼都想做 希望我可以守茶羊手收割 然後也種菜什麼的 可是我知道時間也忙不過來 然後除了種田以外還有很多興趣 可是我就覺得搬來這個農村的機會很多 可以做的事情就很多 所以我想做的事情就已經太多了 沒有時間 所以你原本是住在台北 然後為了要在這邊參與宜蘭更多的物農的事物 所以決定搬來宜蘭了 對 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月 所以已經算搬來了 沒有 我是三月來的時候 我第三次來神溝 我之前都是到土拉克農場打工換宿 可是我在他們那邊打工 之前就沒有接觸到這邊很多 其他當地的農民或者是這邊的活動 因為就是幫他們做一些農事 然後來的時間也很短 然後我三月來的時候 接觸到的就比較多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這邊真的很棒 然後我來一個禮拜 然後那個禮拜也認識了阿姨 然後阿姨還有很多其他人都說 哇你真的應該要搬來這裡 然後阿姨都說我這邊有房間可以跟你住 然後我後來那次回台北之後 我又有一次回來 然後我就跟另外一個這邊的朋友說 我有點想搬來這裡 然後他就說好那你就搬來吧 然後我就是那天決定要搬來 宜蘭神溝這邊 你的那種體會到覺得很棒的意思是什麼 應該是說我早就也沒有那麼早 就是大概去年前年開始對農有興趣 然後已經在台灣很多農場打工換宿過 然後去年在兩個美國的農場也有打工換宿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我要做跟農有關的事情 我要自己務農 可能不是全職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每天都有辦法接觸到土壤 然後 所以我就想了很多 可能回去美國找一個農場打工 或者是自己種一些東西 然後也另外教中文 因為我在台北學的是華語教學 原本來台灣就是要學華語教學 然後回美國教華語 所以我原本的想法是這樣 可是我後來三月來這邊的時候 我發現這邊這麼多年輕的農夫 還有當地的老農聚在一起 然後就是這麼多人集中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互動這麼多都可以互相幫忙 互相學習 然後像深溝的農民共識什麼的 我覺得這些活動很棒 如果在美國務農的話 地很容易取得很大 我可以找到一個很漂亮的環境 可是有可能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我一個人種田 會很辛苦也會很孤單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種田 你可以認識很多跟你一樣想法 就是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生活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很棒 我都沒有去過 我在美國都沒有去過類似這樣的地方 阿姨 你聽到這個美國小姐 美國女孩子說這些話 你做餐做一四人 你聽到的感想 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你不覺得他很傻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有對這個大自然很有法惡 對 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他的不簡單在哪裡 你像看我們台灣的 很多的小孩都離開農村 現在火很大 我們怎麼比火 天啊 這個雨根本不想饒過我們 我的經理 喜歡吃東西 剛生學步 親高五歳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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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高五岔路口 小間蔬菜 瓜類大出 蔬菜摘配豆腐 歡迎訂購 今天中午12点 门卡靠快错 三样料45元 清冰25元 绿豆蜜番薯 清炒茶凍昏桂炼乳 门卡靠快闪错冰 慢一天休八天 想吃要碰烟去哦 地点就在沉九五菜楼口 眼镜甘马点的贼秋冰 算过去几六冰 小间蔬菜的地点 也同宽地在沉九五菜楼口 眼镜甘马点的豆出品 算过来第三间应该是 其实阿姨你自己也有小孩子嘛 有 但是小孩子还对着做餐对吧 对 对哦 小娘说我做得太累不怕到 待会儿老二 我说我一个第二十个儿子 她有陪我 看妈妈的辛苦 她好像过不去 好像也是会来 她说后来 以后我就接你就办好了 那就那时候雪清就变师傅了 有可能啊对不对 对啊所以 像雪清这样子在阿姨的眼中实在是太难得了 对真的很难得 很难得 我做的是都是粗工作啦 很粗糙的就是粗的工作 但是我看她在露餐 她她都不会 小青都不会 都不怕疼痛的那种 看起来我很勤奉 因为这个小孩是特地人家 我有什么可以教杀手 嗯嗯嗯嗯 有什么可以教杀手 她只想要学习 states 所以你怎么可以教杀手 算回不了 可以 目标 雪清阿姨刚刚的意思是说 你很能吃苦 哈哈哈哈哈 真的 对 所以一般小孩子呀 verg女生来讲可能怕热啊 怕髒啊 怕虫啊 Bird 你都不怕的哦 natürlich 有点怕热 哦 有点怕热 嗯 不会怕脏 不会怕脏 蹄 一点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牧场 总算要言归正传 给他教一些 可以让他再去 给他得到更多中备 给他教工夫 他会跟人打游户 最基本的 最基本一开始嘛 雪庆其实也很想要 融入农村生活 所以你才会觉得 我就是那一天 听到你跟我说 你很想好好学台语 我自己都觉得很汉颜 觉得很不好意思 竟然是一个美国女孩 然后来种田了 然后还那么有心的觉得 应该把台语学好 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觉得来种田了 然后还得要 再进一步的学台语 那个意义是什么 其实我在台北生活 也有觉得 应该要好好学台语 就是来这边觉得 更重要 就像我之前上一些什么 跟户外 或跟生态有关的课 或演讲 然后听很多 我都听得懂 然后可能老师要讲一个笑话 就讲台语 然后大家都笑 我一个人坐在那边 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 然后来到这边 就是每天都会听 人讲台语 然后我就会觉得 虽然年轻人 都一般都习惯讲国语 然后沟通都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其实你到农村 最 最有 可以 怎么说 就是你如果要真的学习 农村的一些事情 像种田 或者是食品加工 最好的老师 就是老一辈的 然后其实 虽然深沟这边 很多年轻的小农 他们知道很多 我都可以跟他们学习 你有一年的经验 种田的经验 已经比我多 我已经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 可是都不如跟 有一辈子的经验的人 去学习 那我跟阿姨学习 阿姨的国语也很好啊 我都可以跟她讲国语 可是就会有一些 我觉得 就有点失去那个亲切的感觉 然后有一些 其他人可能国语讲的 不是像阿姨那么好 然后我如果要跟他们去学习 我就是没办法 或者是他们讲的意思 我如果没有掌握他们的全部 就没有听懂全部的话 也是失去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有一些人 我听他们讲很多台语 我可以抓到一点点 可是他们的意思 他们 对他们讲的 我就是很多听不懂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可惜 阿姨所以这个很关键 就是你要说台语有一些重要的 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他就是用台语讲 因为你来农村的 你如果讲台语 有那个人情味 是真的 他这个孩子 那个什么 他感觉很敏感 他就想要做什么 我怎么做比较好 我要他真后看环境又很会工作 所以他有这个感觉也是对的 阿姨说 比较亲切 阿姨说你很会察言观色 又很努力做 好 这个完全就是达到了1000分 已经不是100分 没有 阿姨给学金堂 就是太佩服这个小孩子了 好啦 那阿姨现在想着来 把他扭开一下 把他教台语给他说 我们要考试的时间到了 雪清的第一堂台语课 第一题 想象一个环境 就是雪清一大早要下田 然后走到田边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阿公 然后雪清即使不认识这个阿公 可是呢很想跟阿公打招呼 这时候雪清你觉得你会想到的中文的意思 想表达是什么 然后我们来教你英文 英文 你要教英文 阿不不 教你台语 其实是在给美桥海语口诗 sorry 搞乍我已经会了 可是其他的我不会 麻烦你再把早安的台语再讲一次 我发话讲错 搞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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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阿姨有一个这个歌 它变成有一个歌 对吧 其实没有那个歌是 搞 搞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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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对了 这样子 而且雪清你 我们注意到阿姨有一个尾音 搞乍 那个尾音 对 那个会特别有人情味来学一次 搞乍 搞乍 对对对 这样阿公听到以后全身都开心起来了 接下来你要学什么他都教你 搞乍 再来 阿姨 我们在厕所里 有时候如果真的一天第一次看到这个人 我们最接就是跟他问 他搞乍 有时候就跟他问说吃饭对吧 对 最简单一般最用到的就是吃饭 对对对 雪清你知道吃饭吗 知道 知道 这太简单对不对对你来说 嗯 对啊 哦 就啊 阿姨 阿姨给他考虑比较困难 吃饭吗 人家如果说 比如说这个阿公 刚才说的这个阿公 他就问你说 好早上吃饭吗 他问你 雪清你要怎么回答 啊 吃饭 哎呀 好 那是你吃饭呢 啊 忘记了 我知道可是我的音不准 所以要先听阿姨讲一次 阿姨 这个虽然说吃饭 怎么啦 有什么感觉怕怕怕 你现在对代价也变成没信心 哈哈哈哈 没有啦 我好奇的是说 我们一般都问人家吃饭 其实不是 不是真正想知道他吃饭 对啦 对啦 是问问的而已 对啦 其实问候吃饱的 只是问候的 我们并不是那么认真想要知道你 我知道 其实英文也一样 你问人家 打招呼呀 你怎么样 你当然不会说 哦我不好 对 怕求后的意思 怕求后的意思 对 哎 雪清你都举了英文的例子 你要不要今天回馈阿姨 一句那个英文 就是那个 你刚刚讲的这个 How are you之类的吗 How do you do之类是不是 我们都不会讲 How do you do 都不会啊 不然你们怎么讲 How are you Oh what's up What's up 然后回答呢 How are you的话就是 I'm fine What's up的话 Nothing 其实到现在我的英文也不准了 阿姨你刚好奇 想要学一句 学一句的英语 好啦 两天两天 阿姨用他很可爱的 这个表情 说大米你知识啊 你一直学习科技 一直乱考试 鄉下的学台语的东西 我们今天只是借这个 雪清的台语课的名义 其实是想要认识 美乔阿姨跟雪清 然后真正要教台语的话 是就像阿姨跟雪清 今天相处的过程里面 我们刻意去 都用台语交流的时候 一边煮菜啊 吃饭啊 然后这些自然而然 就会听到的台语 这样才是学台语的最好的方法 对不对 对 跟我学国语的过程很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我学国语 就是都是上课 从高中的时候 一直大学研究所也都有上课 有课本 老师有教一些生词 语法点 那学台语就完全不一样 就是生活上学习 所以我觉得 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挑战 那目前为止有没有台语 让你觉得 其实蛮难学的 然后会觉得 哎呀 就是稍微学一点点 够用就好 很难学啊 你国语难学很多 就是台语的音 比国语多 对 我据说是七个声调 八个音 之前有八个 可是后来就七个 其中有两个是类似的 你都 其实你都学了 我之前学过的 对 可是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台语比较好听 哦 是哦 台语看我听 对哦 哦 那你也有台语 也在味道出来的 嗯 对 阿姨 你说台语比较好听 你会很惊讶哦 对 你自己不需要这样想 对吧 不需要 因为我们都天生祖联 就会说台语 对对 我们都很祖联 说的 那不简单的 对 好啦 今天的节目 就一直回荡在阿姨 就是充满了敬佩 跟爱意 一直看着雪晴 对 对 好 雪晴 以后还是会一直常常来陪阿姨种菜啊 加加 甜你的一些事情 然后一边做 阿姨以后就是你自己去面 不讲台语 就是自己去唱台语就对了 唱台语 我都讲的哦 我都欲别说的 不是我称 阿姨这么温柔 那雪晴 那你自己对于阿姨的印象呢 最后回馈一下 我第一次认识阿姨 就是跟很多人到阿姨的菜园去 去访问 去 就是去拍摄 然后我看到阿姨的田 就是非常自然的感觉 不会像一般现代的农场 就很清楚 有很多排统一个作物 然后可能草都除得很干净 可是不知道他们撒了什么东西才那么干净 就是比较不自然的感觉 可是到阿姨那边 她的作物的种类非常的多 然后草也蛮多的 可是其实有一些草 有一些野菜也可以拿来吃 我们今天的午餐就有吃到一个 不是阿姨种的 可是一样在她菜园里面 长出来的那个野餡菜 所以我就会觉得 她的这个种植方式 是很顺其自然的 然后我一个朋友说 她一开始跟阿姨学种菜 她说她就觉得 学过一些蒲门 像那个Permaculture的种植 她其实觉得阿姨 很多那些概念都有做到 她早就有做 就是她的菜园里面 可能超过六七十种可以吃的东西 有果树 有一些菜 有那些野菜也都有 有桑胜树 有一次跟阿姨去摘桑胜 然后阿姨就说 你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然后我吃到那天晚上 都没有吃晚餐 因为我吃太饱了 阿姨你有发现这个外国人出现 在你的菜园里观察到这么多吗 你都不知道他观察到这么多吗 对啊 阿姨不知道你竟然观察得那么细微 对啊 我想说他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的 对啊 其实到现在我去阿姨的菜园 还有很多菜我不认识 去一般的菜园 我都知道 那个是什么菜 那个是什么菜 因为我去过的农场很多 可是到阿姨那边就很多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哇真的很特别 能够种这么多东西 然后也不只是种那么多 也是对每一种植物 动物都很有爱心 像其他人就会视为是害虫 或者是不喜欢的什么草 或动物 阿姨都觉得 哇很可爱 很健康 像我一个朋友 他看到菜园里面有一条蛇 然后跟阿姨说了之后 阿姨就说 哦好可爱 因为阿姨就是对自然界的 每一个东西都很有爱心 都会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也会跟他舔你的一些鸟 有对话 阿姨 我来你吃了 很多人 所以你在血清的眼里 所以阿姨在你认识的长辈里面 其实也是非常难得遇到的一种风格 或者说他的内涵 他的智慧也是很少能够遇到 对 这两个人 近日我们就促成 望年之交 两位的望年 望年之交这个中文你听得到吗 我没有听过 就是年龄落差非常大的知心好友 就是忘记年纪这件事情 然后这样的交情 就叫望年之交 这样好哦 好那等下我们就 kiss say goodbye 好了 谢谢美乔阿姨还有雪清 给我们第一堂 假借学台语 但是事实上是让我们认识你们的 一集节目分享 以后等雪清过阵子 美乔阿姨比较忙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希望有机会再跟你们继续聊下去 当然还是可以继续学台语啦 谢谢 感谢 对哦 感谢 本节目没有固定形式 没有固定来宾 但是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固定播出 网络售